M4S Plus 來請操作 平衡 UA機殼照上 OK的 這是什麼手機呢 是iPhone 廢話 XS XS 好平衡調一下 好記得 幾個點一定要緊 這裡要很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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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XR嗎 好這是XR 好勒 都很緊對不對 然後不會撞為原則 如果會撞 麻煩就是這裡壓一下 讓這個縫隙平衡 各位看一下喔 它是可以調整平衡的 這裡不撞 這裡不撞 裝殼不撞很重要 記得裝殼不能撞車 撞車就會運氣差 再來 OK 那我們再來就是開機 開機長按 1 2 3 OK啦 那模式的話 一樣也是半鎖定第一個 再來點擊兩下以後 全跟隨 第二個沒錯 第三個 全鎖定 都不會動 OK 再來四下 多了破水平的功能 而且無縫 以前會有角度 再往右破 國破三盒齋的破 一直破破破再破 破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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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 好繼續破 它整個破的過程當中不會有間隔 還有再來 2 3 4 5 6下的回振也是有 那主要多出新的功能是在後面這個地方 多出了扳機鍵的功能 那壓著它不放,會變成是快速跟隨風口模式 OK,再來 點兩下的話 回震的功能 OK,再來搖桿的話這邊也都是一樣的 上下主要都可以控制 主要的話它增加了一個東西 馬達力量變強了 如果我現在不在破水瓶的模式下的話 我的馬達力量變強了 再來,是這邊的夾具增加了多一點 當你在上大手機的時候又可以再更容易上去 不需要再多平衡啊,配重快等等 一隻雞就可以可以上去了 買穩定器注意幾個重點 不能夠沒有360度 各位看一下呦 它的位置 從這裡開始算 各位,千萬記得 一定要有360度以上 這一台是640度的 已經很夠了啦 640度已經非常夠了 好 再來 穩定器 除了不能夠有這個 太小的線位 360度以上是一定需要的功能之外呢 這個看好 這個很重要 各位 你拍低腳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這個忽略掉 你會很辛苦 好不好 一定要記得 能夠 這樣子低腳拍攝 很順的低腳拍攝 這就是重點 再來呢 馬達力量可以再透過APP調得很大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